为促进经济成长及产业发展 共同开创彰化县产业发展前景 彰化县政府14日下午在彰化演艺厅举办 2014彰化县产业发展脉络与前瞻论坛 彰化县县长主播员清林志池 并由彰化县副县长柯成坊 带来投资活化严选彰化专题报告 会中邀请秀传医疗体系黄明河总裁 一例电子工业董事长陈希瑶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甫 共同交流经验分享 拨化彰化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促进彰化产业升级 卓县长表示 我们招化县是台湾除了直辖市以外 最大的一个县 我们举办这个论坛的目的 是希望透过我们不同领域 杰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领袖人才 大家共聚一堂来提出他们精辟的见解 并且为我们彰化的未来能够做一个整端 提出未来新的努力的方向 能够透过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经验 以及不同领域的杰出人士 给予我们更多的指教 那我很高兴呢 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乡亲好朋友 共同关心彰化的未来 我们只要大家继续努力 彰化一定能够提升竞争力 彰化的未来绝对亮丽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未来我们这样一个除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打造整个交通的一命脉 重点是如何再来提升我们产业的竞争力 来协助它可以永续的在我们彰化 来永续经营 永续发展 创造最大的利基 我想我们刚刚可以了解 所以整个一个利基 包括产业面 包括我们的环境 包括我们的积极的协助 创新的服务 我们彰化 绝对是值得 我们所有的企业伙伴来投资 还有我们乡亲伙伴 来乡亲好朋友 来移居的最佳的选择 最好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也欢迎所有的企业先进 大家首选 我们投资彰化 我们移居彰化 来立足彰化 放眼全世界 可以来跟各位一起共创 我们彰化 我们台湾更美好的未来 彰化县是国内的制造重镇 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发展潜力雄厚 近年来 县府积极根植高科技产业园区开发 成果丰硕 有目共睹 辅导传统产业发展观光工厂 成功带动彰化的观光发展与城市行销 目前更积极推动 张滨工业区纳入自由经济示范区 如此一来可以接轨国际 对彰化未来招商及国际竞争 将有极大的注意 公益频道陈文硕 彰化采访报道